20月4日 全花季正式開幕 光學陽明 在台北市長賈文安等人共同主持下 為期40天的陽明山花季正式展開 賈文安表示 陽明山的櫻花是台北市重要的觀光資源 每年都吸引大量的遊客前來 在公園處同仁持續努力養護下 讓國人不用出國 就可以欣賞到浪漫迷人的櫻花海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的櫻花非常的漂亮 剛剛一路上山 一到這邊就看到我們山藍繞繞 繁花盛開 美不生收 所以真的非常適合在年假期間 帶著家人帶著孩子 一起到陽明山走走看看 欣賞櫻花 由於氣候因素 今年陽明山櫻花提早21天就開花 在雲霧繞繞的氛圍下 觀賞絕美櫻花別有一番滋味 今天看到這個花開的感覺怎麼樣 不錯啊 帶孩子要來看都要看松石 就是櫻花很漂亮啊 對啊 開得很好 開得很好 對啊 我們拍了好多照片 還到光復樓 去看我們朋友烏奇納的鋼雕展 對啊 感覺非常豐盛 其中位於櫻花溪流區的山櫻花 已經有八成盛開 接下來還有八重櫻 昭和櫻及吉野櫻等不同品種的櫻花 將接力綻放 一路到3月中旬 花惠試驗中心主任 特別介紹幾處 絕不能錯過的賞櫻經典 及賞櫻時序 目前正在盛開的是山櫻花 嗯 那再來的話 在我們春節的假期裡面的話 我們看到的是八重櫻 那它大概是在八重櫻 在春節的時候 八重櫻會達到盛開 那主要分布點 就是在我們的花中後面 一直到上面的銅像區 是 還有就是我們在第二停車場 下面有一個水源洞 這一區的話 就是八重櫻主要分布區 那大概到2月下旬的時候 我們昭和櫻也會提早回來 那昭和櫻的話 主要就是在我們噴水池 跟我們的王陽明銅像這邊的話 就是最多的地方 那3月初的時候的話 我們櫻也櫻會開放 那櫻也櫻主要就是分布在 我們遊客中心 還有我們的那個 獨山路二段的兩側 那它的花色比較偏白 那花瓣掉下來的時候 有點像雪就在那裡 所以我們說的硬吹雪 就是帶起櫻也櫻 除了櫻花 種植的八萬株、杜鹃花 及黃色水仙花 也陸續在2月下旬 及3月中旬盛開 抬頭賞印的同時 也不要忘了欣賞這些 綠地裡的交客 我們的杜鹃花其實在2月底的時候 就會開始開放 那我們的杜鹃花 在陽明山區 陽明公園這帶 大概都8萬顆左右的杜鹃 所以它的量是很大的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 湖山綠地呢 在260公車走站旁邊 那我們每年都會在那邊種水仙 那今年我們種的是大花水仙 那預計花期是在228到3月初的左右 花季期間 陽明山六座藝文館舍也聯盟舉辦 草山百年風華 陽明山館舍串聯活動 包括新開光復樓的六館舍文物展 以及新銳藝術家吳其娜的淨創作展等 讓遊客在享受大自然美景的同時 也能更深入認識陽明山豐富的人文歷史 不只是規劃漂亮的花 我們其實也結合附近很多的歷史建築 還有包括館舍 我們就跟旁邊的光復樓有合作 在2樓有一個藝文展覽區 所以我們結合周邊幾個 包括中山樓 包括陽明書 還有包括華岡讀書館等等 在2樓大家可以賞花完 然後再到光復樓去看看一些藝術作品 由於陽明山陸府及停車空間有限 為了避免大量賞車花槽造成道路溶塞 立假日及春節期間 陽德大道早上7點到下午4點 會進行小客車管制 小灣也呼籲遊客盡量利用捷運 轉搭花季公車前往 輕鬆悠閒的享受櫻花所帶來的浪漫氛圍 記者張啟騰台北報導